我们到施坊看看 看杰德宾的 它那边有个石头船叫施坊 前面是伯雅塔 我们一会去伯雅塔看看 然后那边还有个小桥 我们知道湖中心 这个冰是很厚的 可以测量一下这个想个办法 测量一下这个冰多厚 这个也要这边裂开了 这个裂开了 这个裂开了 欧命湖里面是有鱼的 这个很危险了 这个感觉都化了 我看他们都走过来走过去的 应该没差事吧 我们还是中心点 我虽然会游泳 但是这个很冻的 不一定到时候抽筋了 也不一定游得起来 那欧命湖下面是有鱼的 这个我们走的这个下面是很多鱼的 就平时到了春夏冰化了之后 它这个欧命湖里面 就全是飘的一层鱼 然后我们如果在这个上面找一个孔 然后放一个钓 加点鱼饵的话 可以钓一大堆鱼的 但是今天没有也不能钓了 但今天也没有带道具 只和大家说一说 可以这么做的 因为你打开之后 它那块地方的氧气会特别浓度会很高 然后下面的鱼主要是鲤鱼 因为在北大的话叫鲤鱼月龙门 然后北大作为中国的首府 民间称之为龙门 就来了北大上学 有点像寒门学子 然后到了龙门一样的 所以北大欧命湖放的主要是鲤鱼 井里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地方找一个洞 找一个洞 然后就可以钓鱼了 那块也找出洞之后 那块地方的氧气会浓度会比较高 然后鱼的话就会哗啦哗啦的全部过来了 然后就会去了呼吸 平时周末比较会经常来 这边没有之前会又喂鱼 就比如说去食堂去农业食堂 买点什么馒头的 然后过来 然后一扔 比如在这一块一扔 几千条 这要是三千吧 几百三千 这要成百三千的这个鱼 就哗啦哗啦什么 然后游过来 然后给你抢 那这边还有个野鸭子 你就是飞着水里面的水鸟 然后也会过来和鱼一起抢 然后有些乌龟也过来抢 然后有几次还看到有些螃蟹 他就过来抢 所以什么是鱼啊鸭子螃蟹 都会过来抢这个食物 现在我们到了食坊了 食坊 就是一个食船 平时大家在上面拍照 因为站在食坊上的话是 正好它的背景就是不要躺嘛 所以大家就喜欢站在这个地方拍照 我们现在要上去一下 到食坊上上去 还好这个冰还是很厚的 你看这个冰 这个冰我估计也看不清楚多厚 但是有一米嘛 这个冰起来将近有一米吧 我猜没有一米要半米 在这个尺度 这个就是食坊 平时大家在这边拍照 你看它的背景 其实很好的 这个天比较难 然后你站在这个地方 拍的背景就是伯雅塔 然后整个湖面和树都能拍进去 非常好的一个拍照的地方 还有一个人 这边拍照 这个一边 这边拍照 你们现在拍照 这边拍照 你们有点 就是 对